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车是第12代卡罗拉的双骑 有句话叫所谓混动呢 实际上只有两种 一种叫丰田的混动 另外一种叫其他 那么这台混动的卡罗拉 也是丰田混动技术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车型 今天呢 其实我不想对这款车的一些细节做过多的介绍 因为这款车已经上市很久了 大家都已经对它很了解了 其实我更想要了这款车在动态驾驶方面的一些特点 以及我能感受到的一些优缺点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的仪表 这台车它没有转速表 所以呢 你在实际驾驶的过程中 你不知道这台车的实际转速是多少 那么你怎么判断它的工况呢 仪表盘的左侧这个位置它有 差值 以口和power三种模式 差值模式其实就是你当你松开油门的时候 它的电能回收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台车实际上呢 我自己驾驶它的话 我感觉它的油耗是在城市拥堵的状态下 就是越拥堵的状态 它的油耗会越低 表现会更好 那么我现在开出来它的表显的油耗是4.5升啊 就现在我这个仪表盘这样显示的 说完这个仪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位置 这台车呢 是它的顶配车型旗舰版159800的指导价 优惠了几千块钱 差不多落地也要17万 落地17万这么一台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些配置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贯彻了丰田的那种 比较节省的这么一种思路啊 整个中间一块12.1寸的一个大屏 支持CarF但是不支持苹果 语音控制呢也不太好用 整个的界面呢虽然触感还比较灵敏 但是UI设计划算可乘 下方呢是空调区的按键 这个空调区的按键手感还不错 好在它没有全液晶给 还是给你保留了几个物理按键 在下方呢旗舰版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给了两个座椅加热 在下方呢这个挡霸区这个位置啊 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它有一个B挡 B挡其实在雷克萨斯上也能见到 在这台卡路上也可以看到 B挡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加大你的这个能量回收的点 就是你在滑行的时候 它的推力可以加大 然后让你的这个动能回收的更多 所以这个B挡在其他车上可能看不到 但是在丰田车上你会看得到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 它这个奥特后的这个键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有意思的是 它这个电子手下这个P挡 这个P挡的话 你在开它的过程中 你是全程无需去动它的 比如说我在 现在它是挂起的状态 比如说我如果要启动的话 我只需要轻踩油门 它就直接可以松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边走边说啊 踩散 然后挂档 挂地档 然后走 好 现在我这个电子手下都已经松开了 它就会自动松开 这台车呢 它配置了一个1.8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一台小电机 整体的综合功率是90千瓦 122万马力 整体的动力呢 算是不算很强 那么我们 现在就来实测一下 它的真实的零百加速 跟着我走吧 地板油走起 整体的加速过程呢 就是非常的波澜不惊啊 你其实可以从我的身体的姿势 就能看得出来 它没有说是紧紧的 给你推在椅背上啊 就没有 我自己的感觉也是那种 有点 干着急使不上劲的感觉 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啊 我现在的 零百加速时间是 11.8秒 好 好 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它的真实零百成绩 来 地板油 可以看到现在是 现在是油门到底了 12.7秒 12.7秒 总体来说 我同时刚才开这台车呢 是开出了11秒的程度 那可能是开出了的最好水平 我开这台车呢 目前来说就是在12秒左右 12秒左右呢 我觉得也算正常 因为这台车毕竟是1.4吨多 然后它只有122匹的马力 相当于一个1.5充的自然气器 扣动这么大一台车 在家人车上坐了两个人 我觉得这个提速表现 在我的预期之中 那么其实如果你想要 这台车有那种极致的 这种提速的反应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实际上我在城市里面 驾驶这台车的时候呢 你在通过一些拥堵的路段 或者说你在高速上 想进行二次提速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能给你一个 比较积极的反馈的 比如说我在三四十码 在城市里面路段走走停停 你只要稍微深踩一点 它的油门反馈 还是挺积极的 它不会给你很拖沓 或者说完全没反应的感觉 不会 如果你在高速上上到 比如说上到八十码以上 你再次踩下油门 车身也能够给你一个 比较积极的向前的推动 虽然那种推动 它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效果 比如说让你的速度 快速的飙升到一百 那也不会 但是你起码觉得 你的车在动 这个发动机变速箱 还在领会你的这种加速的意图 所以整体来说 这台车虽然速度不快 动力不强 但是整体开起来的话 它动力的反馈还是挺积极的 另外的话 我要说一下它整体不足的方面 一个不足的方面 我觉得就是整个底盘的旋软 还是比较偏软的 完全的舒适的取向 它后轮换成了 异形多连杆的独一悬架 整体风格非常的软 非常的舒适 然后在噪音方面 我觉得不算很好 特别是发动机 在过了70码80码的时速的时候 如果你持续踩住 油门不忘的话 那个发动机的轰鸣声度 非常的大 非常的明显 所以那时候 你也不忍心再继续踩下去了 好 经过了试驾体验呢 我简单来总结一下 这台卡罗拉双琴的一些特点吧 首先它的动力非常的中庸 甚至说可以说疲软 加速跑 它应该能够跑在11秒左右 但是它整个动力的输出 确实非常的平顺 而且在ECO模式 进入到POWER模式 这个过渡区间 发动机的介入 你是几乎感觉不到的 低速的区间之内 它的因为电机驱动 整个车内非常的安静 此外它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像它的电子刹车 是无需手动去操作的 它完全傻瓜式操作 异形多连杆的厚独立悬挂 确实极大的提高了 这台车的一个舒适性 以它底盘的厚重的质感 这台混动的底盘的质感 我觉得就比燃油板要提升了很多 像它转向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偏沉的 并不是像 很多人说的 它很轻盈 它翻向盘的设定 阻力设定是比较紧绷的 如果你轻轻一调 它这个回正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开起来呢 其实是 我觉得不算是那么的轻松 其实这台车呢 我觉得它的取向非常明确 就是舒适加用省省耐用 就这八个字 你想要它动力操控 或者是进行的乐趣呢 其实你不太适合这台车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